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大脑是职业暗杀者善于策划天衣无缝的暗杀布局 行凶手法能令目标人物葬身于意外之中 遇害者表面上死于非命 案情却是暗杀组成员一起策动的精心杀人行动 然而日复一日的杀人行动为大脑带来思绪压力 常梦见自己死于意外之中 故此每次任务他越来越谨慎,为防意外降临自己身上 在一次进行任务时,突如其来遇上一个真正的交通事故 导致一名队友的死亡,制造意外者遇上了意外 难分真假事件更令当中一名队友身亡 故大脑认定意外是冲着自己而来 他更锁定一名可疑人物 就是当日身在事发现场的一名保险经纪陈方舟 此人外表平凡,但大脑却怀疑他是一个比他更专业的意外制造者 大脑决定要将陈方舟铲除 大脑暗中接近陈方舟 伺机下手但同时随着对陈方舟加深认识 惊觉陈方舟对他异常了解仿如一名之己 大脑开始迷失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对身边的人和事冒起严重戒心 甚至跟同伴间之关系亦产生变化 纵使队友们不停告诉大脑 陈方舟只是一个普通过客 他亦不愿相信竟把眼前所有事件是作为阴谋 大脑迷失之际再由手下意外身亡 他将一切归咎陈方舟身上 认定陈方舟欲将组织成员逐一杀掉 故必须先下手为强将他消灭 大脑实行暗杀陈方舟的计划 眼见陈方舟将死于意外之际突然日式出现 世间进入漆黑一片 白黑颠倒请客天便令刺杀行动结局改写 最后在大脑拿着东西准备离开之时 陈方舟突然拿着匕首冲了上来 刺中了陈方舟气氛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这个时候大脑不得不承认 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意外的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再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